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香港民眾的抗議行動在這個週末再次升級 9月13號 13間大專院校的學生會發表聯合聲明 宣布將從10月1號起 發起為期一週的全港三霸活動 這一週正好是中共的十一黃金州 大專學界早前將9月13號 定為港府回應港人五大訴求的最後期限 但是特首林鄭月娥僅宣布撤回修例 一直為再對其他四項訴求做出回應 聲明說 港府繼續無視民意 因此學界呼籲港人10月1號至10月7號罷工罷市罷課 在這篇題為《狂瀾祭島 昂首邁進 全民備戰》 罰暴討共的聯合聲明中 香港學界還呼籲大學生集中力量 透過罷接戰、放映會等行動 將五大訴求帶入社區 宣傳全民三霸 擴大不合作運動 聲明還說 長期抗爭已經令港人身心俱疲 但是香港人已經沒有退路 他們懇請香港人與身邊人同行 將抗爭堅持到底 同一天 香港民間人權陣線也宣布 他們原計劃9月15號進行的遊行集會活動 遭到警方的反對 不得不改期舉行 但是15號當天成千上萬的港人 不理會警方的反對 再次上街抗議 這個在網上被稱為港島行街的遊行活動 當天下午 從銅鑼灣起步 一直遊行到終點遮答花園 時間和路線與民陣的計畫一樣 遊行人士拉出全民抗暴政 黑一幫才是暴徒 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標語 並呼喊口號 遊行結束後 部分示威者轉往政府總部 堵塞了附近的下骨道 香港警方隨即使用水炮車和催淚彈強力驅散 入夜 在北角和炮台山附近 又再次出現一批身穿白衣和藍衣的中年男子 持棍子刀子黨 攻擊年輕的黑衣示威者 而在警方的拘捕行動中 也再次出現了流血的場面 民陣貼出的照片顯示 警察將一名年輕人打得頭破血流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這一期的時事禁聞